政府放寬限聚令 人數限制由4個人 身家至8個人 食肆每台人數放寬至最多8個人 百類廚所包括美容院、按摩院、健身中心 和麻雀館等有甜品感重開 汪雪梅報道 放寬限聚令同台食客最多可以去到8人 在北角一間酒樓早茶時段 差不多台台都有客 每一次都超過4個人 要分開台坐 今天就不用分了 開心點 要放兩圍 旁邊一台 剛才16個 我立即約了我叔叔出來喝茶 他已經制了3個多月 沒有再出過 沒有8個人 大班人 沒有了 不敢了 不敢了 怕卡花感染 食股台和桌子之間 繼續保持1.5米的距離 酒樓負責人說 母親節訂座爆滿 已經預備晚市時段 將幾張小桌的位置變成大桌 沒有親節 這兩天 9日、10日多了些百位 那些 午市多了一、兩張 暫時第一天 早茶都是小桌多的 比較少大桌 去好少少 過晚市封了好少少 但是暫時很大的改變 沒有明顯的改變 美容院健身中心、戲院 遵守不同條件之下 可以重開 戲院同一行的座位 不能連續坐多過8人 入座率不能超過一半 影院內不能吃東西 每場電影播完之後都要清潔 美容院做療程的時候 美容師一定要戴護目鏡或面罩 毛巾每次用完之後都要換 不可以使用蒸氣機和霧化的化學品 遊戲機中心 兩部放在一起的遊戲機 不可以同時使用 除非有甲板 有線電視記者 黃淳 全部都會用 Chrome 如果影片 activ就是喜歡